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拉威 这个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 身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 2007年跟台湾断交之前 我国长期派驻农耕队 教导当地民众如何耕种自己自足 当然也有从各种管道涌入的救援物资 但有些跨国企业选择教他们如何钓鱼 而不直接给鱼吃 把这个名叫塔利孟加村落改造成农耕学校 我们造访塔利孟加这一天 刚好是他们的毕业典礼 我们的目标在塔利孟加村落改造成农耕栏目 随着奔放的音乐尽情摆动身体 马拉威有四成人口式文盲 而这一群穿着学士服的超龄毕业生 准备迎接他们人生中第一张文凭 很多都是福奇党 这些老学生在农耕学校受训两年 要学会如何储水 饮水灌溉 让农作物从一年一货增加到一年三货 学会如何用玉米渣培养洋菇 连养鸡都是一门客 毕业生从进场到领取毕业证书 一路随着音乐尽情舞动 毫不保留地把喜悦跟骄傲表现出来 打开证书看到上面烫金印着自己的名字 感觉人生真的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在塔利孟甲看到的 可以说是马拉威社会现况的缩影 他们有九层人口都住在这样的贫穷村落 生活物资缺乏的情况 从路旁小贩贩卖的东西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东西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东西就能看得出来 马拉威十四岁以下的人口占了总人口将近一半 因为艾滋病犯难 男女人口平均寿命都不到四十岁 政府只好鼓励大家生育 公立产物医院还提供免费接生 踏进医院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画面 就是人满为患的代产事 中文字幕君 感谢观看